小时候不理解婉玉为什么选择离开 现在才发现她的决定是有多正确 我们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吧 你追求什么 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以前看剧的时候 为婉鱼和展伯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易难平 现在却觉得 如果婉鱼真的为了展伯放弃自由自在无限可能的未来 那才是真的易难平 她不仅有美貌有才华 还有思想和灵魂 爱情对她来说实在是太渺小了 或许展伯是婉鱼爱情的全部 但是爱情并不是婉鱼的全部 只有真正的自我梦想未来 才是值得她用一生去追求的东西 或许很多人会说 林婉鱼是临时银行千金 我们普通人比不上 但是一个顶级的富豪之女 都不愿意单于享受生活和情情爱爱 都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么我们普通人 应该走得比她更决绝更果断才行 难怪林婉鱼出场最少 却成了无数人的白月光 如果她真的留在了爱情公寓 跟展伯修成正果 每天面对鸡毛蒜皮柴米油盐 或许才叫真的人事崩塌吧 笑死啊 这绝对是娜鹰的本色出演 一张嘴就能把人对得哑口无言 当前男友的现女友对她阴阳怪气时 她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 当朋友失恋了来找得吐骨水时 她的嘴巴更是不留情面 不过当她自己找了个 带有女儿的二婚男人时 倒是谁也劝不动了 但娜姐是不可能当恋爱脑的 当她发现电视台哄骗闺蜜上相亲节目 但是却贬低单身人群时 直接就是一个大暴走 可能娜姐本质上就是个搞笑女 就连拍电视剧都藏不住天生的幽默感 看完娜鹰早气涌闯电视圈的演技 就完全明白她凭什么这么说张子怡了 毕竟电视剧她还能本色出演 但是唱歌张子怡却不能凭着本色唱歌 你可以永远相信央视选人的眼光 看了他们才知道读书真正的意义 曾经的央视主持人房琪用一句话就治愈了15岁被网爆的张寒月 我觉得一个坚韧的灵魂不需要一个符号化这么强的头衔来作为嘉奖 如果真的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你 比起女王 我更喜欢清风 她强任她强 清风扶山岗 因为有很多的人去质疑你的唱功 去质疑你的很多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重新拿着话筒去唱歌的机会 你还有很多的时间 15 6岁的那股清风越过了重重的山岗 吹到今天你也还是最好的年纪 这就是上天对勇敢的女孩最好的奖励 当玉可维被人说没有辨识度时 她也能用最温柔的话语安慰 我觉得玉可维是白色 因为白色就像你身上穿的衣服这样 它可以反射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可见光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都折射到了你和你的歌身上 我们看剧的时候说 我们希望演员是剧抛脸 希望他是为角色服务的 我们听歌的时候 其实也许也可以 希望一个歌手是为这个歌曲服务的 如果一个能够去承载 我们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的歌手 都没有辨识度 那么什么样的歌手才有呢 听了房琪这样鼓舞人心的话 才知道那些所谓的逆耳中言 远不如温柔的理解更有力量 还有董卿一开口就是国泰民安 更让人明白了少年不惧岁月长 敌方尚有荣光在的道理 年少的梦啊 有些很幸运地实现了 有些被遗忘在了风中 而什么时候有过什么样的一个梦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从今为了这个梦 如此热烈地爱过 执着地追求过 勇敢地拼着 这是梦的意义 也是值得被记住的时光 昨天是历史 明天是未知 而今天是礼物 每当董卿站在舞台上时 才真正懂得了富有诗书 气字华的真正含义 他温柔又坚定 总是能让人从他的话中吸取能量